直行之龙 这个应该是最强的泰坦级别的生物了 朋友们 难度给我打开 准备好创世之恩 准备好虚无不 这是寂寞力学的神剑 哇 这么大吗 我只能看见他的 呃 可以说是一个脚丫子 这个龙如果打败的话 掉落物应该会很丰盛 F3加B 找到实体面积 在这里 防御只有一百滴 血量两千万 朋友们两千万 如果打这个 我觉得开光影的话 打他应该能看见他的实体 大家可以看到啊 能看见轮廓 头在那边 然后翅膀 脚丫子 尾巴都能看见 咱先拿 What the hell 他把我的武器给吞了 又吞一个 又吞一个 哥们 又吞一个 啊 兄弟们 这直行之龙 大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 他把我整个人都抽抽了 而且他一直在说 我是个没用的东西 我真的是没用的东西吗 我 我该怎么办 创世之刃都把我给打败了 啊 救命 我 我 我觉得我打不过他 我害怕我的转化轴也没了 我都不敢往下滑了 朋友们 我不敢往下滑了 转化轴都没了 你这是要我命啊 你可以拿我创世之刃 你可以拿我 无尽他拦 你拿我转化轴 是什么意思啊 而且越打我 血越多 又是什么鬼 我的攻击力 实在是太低了 兄弟们 想打直行之龙 感觉这是一个 不可能的事情 直行之龙太强了 他强到没边 他能吞噬你的武器 装备他倒是吞不了 而且把我打抽了 能和平掉吗 这东西 和平不掉 我能走吗 我打不过 我躲得过吧 我去 兄弟们 直行之龙 这强度有点高 理赔模式啊 兄弟们 咱就不说理赔别的了 你至少把桌子给我呀 我了个奇娘呀 好啊 家伙 指甲把我转化 竹儿都给我透走了 来来来 无尽剑 先拿一个 其他的我都有 这破烂 对不对 咱不吸的那点东西 再拿个锤子 什么最终之剑 最终之剑我好像没复制 对吧 我得拿个袋子啊 我袋子里边应该是有的 是这个色的袋子吧 哦 袋子里边还有 我还有一把锤子 一会儿我再拿锤子 跟他试吧试吧 我觉得拿锤子 应该能打过他 还有一把 我也只有这一把了 我不能再拿他 霍霍了兄弟们 就拿这个锤子啊 创始认我先留着 因为我只有这一把 复制机呢 手机版夜风同款组件 认准 MCS 夜风工作室 你想玩的 这里全都有 诶 我有办法 我复制几个 放起来不就行了吗 来 复制机 锤子 然后放咱们背包里一个 咱们放背包里一个 好一个 然后拿62 62个锤子打的 会是什么效果 兄弟 把这拿起来 然后我主武器里就60把锤子 我去 这一锤下去 它不得嘎了 咱们再复制一个 创始之刃 创始之刃也是啊 然后就留4把 然后这些都不要了 然后这些都拿着 好 我们现在去找它去 创始之刃肯定打不过它 就拿锤子了 来吧 知行之龙 小 小嘎巴豆子 传通过去 人呢 我怎么不会飞了 诶 脱下来 再穿上 我的飞行能力也没了 转化车又不见了 这个也没了 诶 锤子 真的是可以拿锤子打 可是我没装备啊 装备不会飞 等等等等 我捋一下的啊 咱们这是可以打它的 它在这 没关系啊 没关系 只要我会飞就行 真的不会飞 哦 在这打到了 打到了 哇 打到了 格鲁之锤 还得是格鲁啊 两千万血 也不过如此 噪音有点大 咱把声音放小点 兄弟们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打到它了啊 视角太小了 这样 现在已经可以打到它了 两千万血 我一锤就能打它个几十万 看 大概有四十多万血的样子 原来执行之龙并不是无敌的存在 可以用格鲁之锤进行攻击 其他的武器啊 道具啊 遇到执行之龙 都会被清除掉 哇 我看见了一个 这是什么 墨迹传送门 还有别的武器 完美之斧 打败了我们的这个执行之龙 居然得到了完美之斧 哇 太完美了 朋友们 太完美了 我这里边把完美之斧放起来 然后把格鲁之锤也放起来 多余的咱们就扔了啊 然后看它掉的什么 一百万经验 一万万经验 原来是执行之龙掉的 巨型爱的曼 存一手存一手 最终之和 肯定很厉害 墨迪十 龙弹还给了三颗 兄弟们 创歌 李培一个转化桌啊 由于这个转化桌 这个东西 对吧 至关重要啊 至关重要 这李培 大家能理解啊 咱们接下来就要去墨迪了 哦 我知道为什么了 他给我完美之斧的意思 肯定是让我用完美之斧 去墨迪里打一种 墨迪里的高级boss 你们才是谁